一人方立生跟钟博豪 8月15日晚现身香港将军澳电视程 录制综艺节目娱乐大家 方立生搞笑的表示 上节目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因为自己开的那家游泳学校 里面的学生居然不认识自己 另外谈到早前宣布会在11月 挑战还香港岛游泳45公里的创举 不知道方立生最新的准备情况 如何呢 哇这个45公里这个环岛游呢 就真的 公布之后呢就更害怕 原因呢是因为 更多人说我游不完 然后呢我也去跟一些专家呢 就有聊过天 他们说45公里在海里面 连续游等于是在陆地上啊 是400公里 所以呢 他真的说我一定要把我的量要加起来 要训练更多才可以有机会完成 是不是来着都要落海 真的要落海去转啊 有啊我一下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那海里面有东西摇啊 然后又浪又大啊 然后又好像晕船啊 哇我我我有一次我都差点想吐了 因为那个浪太大了 好像真的晕船的那种感觉 几天前方立生抽空去了广州 参加2019零书豪明星慈善赛 在一中的明星艺人当中 方立生显得特别低调 甚至在比赛中也只拿了四分 不过他表示此行他是有另一个目的 其实呢我当天有一个目标的 就是想找所有的艺人朋友呢 每一个人呢帮我录一句就是打气的话 就为了我筹款的这个慈善的环岛勇 到最后呢他们有两个 因为其他的哇一打完了全都走了 哎全都走了 然后后面呢after有一个慈善的晚宴呢 又没有人去了 大家都叫room service 或者走了 所以之后就没有 不过林书豪他很好 他有帮我说一句话 还有黑人啊高以翔啊都有 因为他们都在这个 横手规矩像我一样就留在后面 其他的就不会跑掉 因为太开可能他们太累了 对啊打的时间太长了 打得太好了 然后他们去去庆功了 所以又没叫我 模方全美香港报道 我给大家看 我去庆功了 我去庆功了 我去庆功了